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中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职场欺凌 护女称遭孤立同事台面放中奎图逼辞职 有骗 马航MH370失踪10年 马交通部长称会继续搜寻 德国防部承认遭额窃听 萧尔茨总理备受质疑 网信办为何纵容反制民粹炒作占领舆空间 驻非中国大使馆批非驻美大使恶意抹黑 请大家收看 职场欺凌 护女称遭孤立同事台面放中奎图逼辞职 有骗 星岛日报 总结 一名女职员声称在上海公司遭受职场欺凌 被公司同事骚扰 比如在她办公桌上放置中奎图片 以及列印妖怪字样 目的是逼她辞职 公司则指责该女职员常与同事报纠纷 并表示她的目的是想被解雇以拿到遣散费 目前 该女职员已提起仲裁向公司求偿 而公司则表示将提起法律诉讼 马航NH370失踪10年 马交通部长称会继续搜寻 德国之声 德国防部承认遭额窃听 肖尔茨总理备受质疑 德国之声 马航NH370航班失踪事件发生已有10年 但至今仍未找到飞机的下落 3月3日 约500名NH370失联乘客家属在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 点燃了239支蜡烛 代表失踪乘客和机组人员 活动中有家属呼吁马来西亚政府继续展开新的搜索工作 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表示 马来西亚将致力于继续寻找失踪客机 成本不是问题 过去几年 马来西亚政府与美国Ocean Infinity公司签署了协议 但搜索行动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2017年结束的官方搜索行动也未能找到飞机的踪迹 至今关于NH370失联的原因仍无定论 有关失联原因的各种理论也存在 德国总理孝尔茨因为涉及机密会议泄密事件受到质疑 德国联盟党团的议员指责肖尔茨 在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时使用了错误理由 并要求他向联邦议会做出解释 俄罗斯方面披露的窃听信息显示 德国空军高级军官在一次机密内部会议上 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的可能性 包括派遣德国军人到乌克兰境内操作导弹的可能性 此外 会议还讨论了导弹可能攻击的军事目标 德国军事反情报局已经展开调查 调查该次会议的泄密原因 各党纷纷呼吁加强安全保密工作 警告俄罗斯可能还会进行其他破坏行动 网信办为何纵容反制民粹炒作占领舆空间 RFI法广 最近 一位网红以毛坑响火为网民向法院起诉作家莫言 指控他在作品中美化侵略战争贬低中国人民 并要求莫言向全国人民道歉和赔偿15亿元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莫言的大量批评 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自我炒作 此外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对网络空间言论的质疑 为什么民粹反制言论在网络空间中如此猖獗 背后是否有某些人刻意纵容 这种现象不仅陷于莫言被起诉的事件 也体现了中国网络上的一种恶化趋势 即网络恶棍们的无尽纠缠和挑衅 这些人擅长扣帽子 挖坟掘墓 对于试图倡导理性思考和自我精神独立的声音 他们不容忍 甚至加以打压和围剿 这种现象的存在 让很多人不敢说话 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网络言论空间也变得充满了恶意和暴力 然而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 是否进步 是否包容 主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和少数派 是否容得下不同的声音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只会走向彻底的 完完全全的人人互害的时代 这种互害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 更延伸到精神领域 这种互害方式更加可怕 在这样的时代 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安全的 没有比人性扭曲更可怕的事情 因此 我们需要反思和关注这种现象 重视个体的自由和自我精神独立 为真实的声音提供更多的空间和保护 驻非中国大使馆批非驻美大使恶意抹黑 联合早报 中国驻非律宾大使馆 谴责非律宾驻美国大使罗默德兹的涉华言论 称其不顾事实 恶意抹黑中国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指责非律宾引狼入室 搞小圈子的做法不利于解决南中国海问题 反而会使地区局势复杂化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 还批评美国对非律宾的投资承诺 一向只是口头上的好话 实际行动不到位 最后 他呼吁各方共同努力 推动南中国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大熊猫福宝在韩最后一天亮相 韩国民众排队五小时告别 星岛日报 福宝的离开 引起了很多韩国民众的关注和不舍 他在韩国出生 并成为了韩国人民心目中的国宝 大家都希望能够亲眼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福宝的离开 也标志着中韩两国大熊猫合作项目的 一个阶段的结束 这个项目对于两国的友好交流 和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福宝的回国将进一步加强 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 我们期待福宝能够在中国继续健康成长 并为保护大熊猫和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同时 我们也希望中韩两国能够继续保持合作 共同推动大熊猫保护事业的发展 莫斯科 俄中军同意 俄罗斯必须参加乌克兰谈判 德国之声 俄罗斯副外长米哈伊尔 加鲁金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表示 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讨论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方案 李辉已到访莫斯科 开始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第二轮穿梭外交 中国外交部表示 历史经验表明 任何冲突最终都要靠谈判解决 中方院继续努力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最终政治解决 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 每天都有平民死亡 乌克兰军队面临巨大压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 可以想象北约直接向乌克兰派兵 但其他盟友已经否认了这种可能 俄罗斯宣布摧毁克里米亚上空数十架乌克兰无人机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总结 根据俄罗斯新闻局的报道 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了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发射的38架无人机 并导致交通中断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过去24小时内 乌方在各条战线上的损失达935名军事人员 击落了107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和中国都强调 莫斯科的存在对于解决乌克兰问题至关重要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承诺 对流传的可能是德国军队军官之间 有关乌克兰战争的秘密军事对话的录音进行全面调查 在这段录音中 讨论了乌克兰军队使用德国制造的导弹的可能性及其潜在影响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德国快速澄清录音内容 安徽11个月女婴遭宠物兔咬断手指 家人慌乱送医忘记 星岛日报 安徽发生了一起宠物兔伤人的事件 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在俯完宠物兔时被咬掉了食指一关节 尽管家人立即送她去医院 但仍然无法挽回断职 专家指出兔子的牙齿非常锋利 就像菜刀一样 小孩接触时要非常小心 这起事件提醒家长们 在孩子接触宠物时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孽齿类宠物 如兔子、龙猫、仓鼠等牙齿结构相似 都有可能造成伤害 因此 家长应避免让孩子单独与宠物相处 降薪求职 中国求职者面临新常态 德国之声 中国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许多挑战 尽管今年春节后的招聘季开局相对强劲 但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这导致了薪资增长缓慢 并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中国最大的招聘平台智联招聘表示 企业招工数量增加了 但薪资水平只上涨了3% 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是雇主市场 由于经济疲软 就业市场的复苏可能会比较温和 今年中国两会即将召开 中共领导人面临着需要解决家庭支出疲弱 和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的压力 习近平主席最近强调了 促进投资和消费的重要性 并提到了家电已就换新的政策 然而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要成为一个消费驱动型经济体 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 必须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 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个人家庭的方法 消费才会反弹 需要家庭变得更加乐观 收入增长和财富效应得到真正改善 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许多困境 许多大学毕业生发现 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容易 他们面临着失业率居高不下 和薪资增长缓慢的问题 这也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 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提高家庭收入 以刺激消费 只有当家庭变得更加乐观 收入增长和财富效应得到真正改善时 消费才会反弹 专利研究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崛起速度惊人 德国之声 根据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份调查报告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取得了快速进展 报告指出 中国在过去20年间成为在绿色科技领域领先的国家之一 其世界级专利数量仅次于美国 中国政府在产业和科研战略方面的长期投入 是其在专利数量上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 报告还指出 在几乎所有的绿色技术领域中 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 例如在环保耗材和回收利用领域 中国获得的专利数量在过去5年中翻了一倍 此外 中国在高效生产和交通新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报告认为 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合作对中国的绿色科技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 然而 在高效交通运输领域 中国与领先国家仍存在差距 报告指出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早期将研发重点转向了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 研究 德国乃至全球公司破产数量将大幅增加 德国之声 根据一份破产研究报告 德国的破产案例预计将在2024年增加13% 达到近20,300件 高于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报告指出 德国经济持续疲软 结构性挑战和融资条件困难是导致破产案例增加的主要原因 去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这一趋势 酒店业 贸易和建筑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预计这一发展趋势要到2025年才会稳定下来 届时 德国的破产案件将接近2万起 对于全球来说 世界经济增长低迷 贸易问题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全球破产企业数量增加 预测今年全球破产率将比去年增加9% 特别是在美国 西班牙和荷兰等国 特朗普和拜登 两位年迈候选人如何赢得年轻选民 德国之声 根据最新的数据 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可能会再次成为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较量 这意味着选民们可能会在78岁的特朗普和81岁的拜登之间做出选择 年龄成为了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 因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他们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宣誓就职总统 然而 年轻选民对于这两位高龄候选人都持有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特朗普和拜登已经脱离了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 一些年轻选民表示 他们对拜登的年龄更加担心 认为他在公开场合的身体活力和头脑清醒度都有所下降 而对于特朗普 年轻选民则担心他的失误和超重问题 然而 年龄并不是淘汰候选人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候选人是否能够解决年轻人所关心的问题 并改善他们的现状 虽然年轻选民对于特朗普和拜登持怀疑态度 但年龄大并不意味着候选人无法与年轻选民建立联系 例如 82 岁的伯尼 桑德斯在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 年轻选民认为 政治家们应该切实地解决年轻人所关心的问题 而不仅仅是为了讨好他们而做表面文章 总的来说 年轻选民对于特朗普和拜登的年龄持怀疑态度 他们希望看到候选人能够真正了解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 并采取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现状 年龄不是淘汰候选人的理由 但政治家们需要积极回应年轻人的关切 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事实核查 膳食补充剂是一场营养骗局吗 德国之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膳食补充剂 希望通过补充营养改善健康 然而膳食补充剂市场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膳食补充剂并非药物 受到的监管要少得多 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经过安全性 质量和有效性的测试就可以进入市场 此外膳食补充剂的包装上 往往没有标注成分或含量 有时甚至含有危险和违禁成分 此外 社交媒体上关于膳食补充剂的言论监管更不足 很多不识说法无处不在 德国之声的事实核查团队 针对社交网络上 关于膳食补充剂的观点和说法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 很多言论都是夸大其词 缺乏科学根据 有些甚至是违法的 例如 有人宣称某些膳食补充剂可以提高大脑功能 改善皮肤湿疹 预防关节炎 降低患癌风险等 然而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不识的 没有科学依据支持 总的来说 消费者在购买膳食补充剂时需要谨慎 虽然膳食补充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有意义的 但很多时候人们只是花钱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毕竟膳食补充剂并不能替代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因此 在使用膳食补充剂之前 最好咨询专业人士 以确保自己的健康得到有效的补充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 失去的22年 德国之声 本周早些时候 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伯雷尔 在谈及欧盟同南美贸易联盟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就签署贸易协定所进行的谈判时表示 很遗憾 没有什么好消息 欧盟方面的类似表态已经不是第一次 南美国家希望签署相关的协定 但欧盟内部的阻力则越来越高 阻力主要来自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担心 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产品所引发的竞争 会在法国农民中引发重怒 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分析师摩西 对德国之声表示 欧洲显然是输家 他说 欧洲不仅在南美失去了市场份额 失去了未来机遇 同时还失去了信誉 尤其是考虑到各方一再强调的地缘政治转折点时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方共同市场已经等待了很多年欧洲 对此也许已经习以为常 而欧洲则是输家 由于在签署协定问题上 欧盟内部无法达成共识 中国就又成了签署协定的可能选项 过去几个月来 乌拉圭总统波乌一直不肯放弃中国选项 并曾因此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招致批评 由于不决的欧洲现在只得 将希望寄托于阿根廷总统米莱 因为此人一直重申反对中国共产党人 加强同欧美合作的立场 欧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早在2019年就已完成了谈判 但当时也是由于法国的反对而未能签署 那时 法国指责时任总统博索纳罗领导下的 巴西右翼民粹政府 在亚马逊和流域 推行破坏环境的政策 但现在执政的左翼政治家 席尔瓦总统 则指责欧洲人用后续出台的环保法规 向南美洲推行某种绿色保护主义 在欧盟大选后 双方将再次努力签署协定 现在一些框架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被搁置的供应链法 虽然受到环保人士 以及人权组织的大力支持 但一些南美国家则认为 这项法规是对主权国家的殖民侵略 摩西表示 每隔几天 贸易协定的棺材上 就会被钉上几枚新钉子 最为荒谬的是 欧盟的大多数专家都相信 欧洲比南美更迫切需要这一协议 但欧洲却就是不肯行动 特朗普和拜登 年迈候选人如何赢得年轻选民 德国之声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 过去美国总统就职时的中卫年龄 为55岁 然而 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可能将是一场老年人之间的对决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 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 且年龄至少是美国人口中卫年龄的两倍 年龄成为了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话题 拜登的年龄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在公开场合露面时的身体活力似乎有所下降 且经常混淆世界领导人和名人的名字 特朗普则面临健康问题 例如体重超重 且犯过类似拜登的失误 然而 年轻选民对拜登的年龄更为担忧 他们认为特朗普似乎头脑更清醒些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年轻的候选人参选 但没有人能取代其各自党内的重量级人物 目前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无人能敌 而哈里斯作为副总统 也无法在民主党选民中激起足够的热情 年轻选民普遍对年长的政客感到厌倦 他们希望政治家能切实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虽然年老的候选人可以成功地吸引年轻选民 但目前的选民对两位高龄候选人更多持怀疑态度 年轻选民与年长政客之间存在脱节 他们希望政党能够真正致力于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 两会2024直播 全国政协发言人刘洁一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星岛日报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这是中国政协发言人刘洁一首次主持的记者会 刘洁一是中国资深外交官 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中共中联部副部长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常驻联合国代表 国台办主任等职 刘洁一的妻子是中国著名女外交官张启月 本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掠习全国人大会议 审议通过政治决议和各种报告 大会将对本届政协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并对今年工作进行部署 刘洁一表示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 他强调 政协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大会期间 将举办开幕会 闭幕会 以及两次大会发言 委员们还将进行界别联组会和委员界别小组会议 同时 大会还将举办委员通道采访活动 为中外记者提供多种方式的报道服务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将审议通过政治决议和各种报告 对政协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并对今年的工作进行部署 这次会议具有重大意义 将进一步发挥政协的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刘洁一表示 政协将继续牢记政治责任 紧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在大会期间 委员们还将进行各种会议和采访活动 为中外媒体提供报道的便利 两会2024直播 全国政协发言人刘洁一举行新闻发布会 星岛日报 两会2024 全国政协发言人刘洁一 推进粤港澳应联通 软衔接新相容 星岛日报 俄乌战争 李辉乌俄副外长商界危机 双方均指所有谈判需有俄参与 星岛日报 总结来说 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谈判中 俄罗斯的参与是必要的 并且也要考虑到俄方的安全利益 中国特别代表李辉正在进行第二轮的穿梭外交 与俄罗斯副外长加鲁金交换意见 并计划在接下来的访问中继续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